你别不开心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大兄弟们眼熟嘛 女生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经常说这些贴心的话 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女生的回复一定是 没什么 然后呢 就再也没有想问 为什么 因为这种消息啊 她已经收到了好几十条了 每个男人都是这么安慰她的 这种无足轻重的关心 理所当然就会被忽视 但今天这个视频呢 你点赞收藏看懂了 你就能够在女生心情不好的时候 靠实力脱颖而出 让她对你好感倍增 有一兄弟她找到我说 楚儿我有一个在接触中的女生 我们经常聊天 偶尔还会一起出来吃个饭 但最近她好像遇到什么事了 心情很不好 我嘴笨 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 其实我和她认识很久了 也想借此和她拉近关系 该怎么做呀 兄弟们 你觉得女生跟你说心情不好 她要的是你的紧需安慰吗 不对 她是在向你索求情绪共鸣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站在女生的角度 满足她情绪上的诉求 具体怎么做呢 看我怎么用一句话开局 王兄弟说 对了 上次50块的奶茶费记得转我 都说女生情绪不好的时候 男生连呼吸都是错的 但是呢 我们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直接一个打破常规的开头 女生一定会因为好奇而回复我们 果然女生回了 你这什么黑店 一杯奶茶要50 我们说 哄人开心的服务一次70 你是熟人 给点优惠 奶茶倒天二十 还剩50 兄弟们 和女生聊天难吗 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就可以调动她的情绪 她看到这句话肯定会想 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独享的吗 小小的占有欲 她就会让她产生一种落差感 会不自觉的开始在意大兄弟 接着女生回了 你好物质 朋友心情不好 你哄哄还要钱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兄弟要说了 出尔算了吧 她还在拿朋友关系给堵你呢 不要急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内的 如果几句话就能换来好感 那女生她一定不是真心喜欢你 她逃避 犹豫 才说明她是真的认真在思考 可是任由她撤退也不行 毕竟追女生靠的就是一口气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后退 就像是无敌金钟罩 突然漏气了一样 会功亏一篑的 所以我们直接发起进攻 哄朋友开心很正常 可我从来没拿你当朋友啊 女生秒回两个问号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兄弟们 女生真的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吗 不是 她只是在明知故问 她既想要看到兄弟跟她表露心意 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那面对这样不公平的行为 我们要做的就是撕破这张窗户纸 让她避无可避 我们回字面意思 然后在女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再接一句 你会在朋友喊一句累的时候 就立刻询问她的心情 只想着为她做点什么吗 你会仔细的记录朋友的口味 生怕给她点的东西 她不喜欢吗 反正我不会 我的时间很珍贵 做不到拿来哄我的每一个朋友 兄弟们 感受一下 我们没有苦苦的哀求 没有卑微的讨好 但是呢 我们就是敢肯定 女生一定会回头哄这个兄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句句都是真心 而女生最吃这一套 试问 这种一心一意的男人 哪个女生会舌得放弃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 女生回了不哄就不哄嘛 我也只是开个小玩笑 你不要那么严肃嘛 女生的态度明显软化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成功了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照着这个心态去聊 那必然会功亏一篑的 因为女生的这句话 看似简单 实则杀鸡密布 她在用她的惯用招数 逃避问题 如果我们解释 那就中招了 所以我们跳出 女生的思维牢笼 直接不回 所谓 重箭无风 大巧不攻 一招 无招胜有招 那连沉默都会变成我们的武器 果然没过一会儿 女生就发了一句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你不觉得 我们认识的时间还很短吗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我不想那么着急 在我们源源不断的 火力输出之下 女生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的感情 但她依然心存顾虑 所以我们想让她 主动说出喜欢两个字 火候还明显不够 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继续添柴家火就好了 等她心里的感情 烧得更旺一点 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我让兄弟回 你觉得我是要着急 和你在一起吗 不 我甚至可以坦然接受你的拒绝 因为我尊重你 我给你选择的权利 但前提是 你也要尊重我 正是我的心意 如果你还是以朋友的名义 享受我对你的好 却不给出任何回应 那我只能说明 我的喜欢给错了人 兄弟们 爱一个人就应该是 不计回报的付出吗 我告诉你们 这种想法没有错 但是这么想必然单身 如果一个人对你的爱 没有回应 那再喜欢也应该及时之损 记住这句话 你的爱很珍贵 你要找到对的人再交出去 过两分钟啊 女生毁了 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不是不愿意 但你也知道 女生对感情的事呢 会想很多 我只是觉得还不够了解你 你担心你以后不会好好对我 看到了吧 兄弟们 真诚单走只会让你爱变廉价 但是当你的真诚搭配态度 你的感情就会迎来生机 女生这俩主动走出了她的舒适区 细说了她的不安和顾虑 那这种放在眼前的机会 我们当然不会错过 我们直接回 你说你不了解我 但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了吗 我每一次靠近你都会下意识的逃避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 你如果还是仗着我的喜欢有恃无恐 那我不再往前走就好了 兄弟把这句话发出去之后呢 女生直接打来了一个语音过来 跟大学的一敞开心扉说了很多 解开了彼此的心结 后面呢 我又给大兄弟一些聊天相处的建议思路 没过多久啊 两个人就顺其自然的走到了一起 女生每天都会主动的跟兄弟分享自己的日常 我也在这里呢 祝福他们 女生和你说心情不好 要的并不是你的草率安慰 而是你认真的关心 回应得当 这就是你的机会 如果你想学习跟你商量聊天的技巧 想欣赏那他到我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你上相亲了 回发我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帮助你入行前方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舍 拜拜